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元朝最诡异的战争 数十万蒙古大军为什么却打不过八百女人 历史上的国民大多非常大气典雅 像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 一些民族国家国民也很有气势 像突厥、契丹、西夏、大金 但正是记载却不总是方正典雅 也有古怪到突破正常认知的 比如这个名字八百媳妇国 这个名字完全是村俗的礼语 却被二十四史之一的名史堂而皇之的收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历来国民比较怪的都是古代中原王朝的边缘国家 像匈奴索鲁、儒儒 这都是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的灭称 八百媳妇国也是个周边小国 其领土大致在今天泰国的北部 在清迈和清来一带 位于浓密的东南亚热带丛林之中 正式国名其实是兰娜国 一点也不好笑 那么八百媳妇 这个令人隐峻不禁的古怪名字 又是怎么来的呢 据非正式新原始卷252外国传记载 这个国家国王妻妾成群 一共有八百个 每一个妻子掌管一个债 所以称之为八百媳妇国 无独有偶 明时也在东南亚国家的传记中 这么记载八百媳妇国 可以肯定的说 八百媳妇完全是由于原明王朝的傲慢与偏见才得来的 在传统中原王朝的观念中 自己是天朝上国 四面国家都是夷迪 夷迪迪要什么好名字 能记住就行了 那么国王有八百个老婆 是真的吗 老婆多只可以理解 但八百个未免过于恐怖 这个数字恐怕只是道听途说来的 也有学者研究认为 八百媳妇国大概处于比较原始的城堡 村寨状态 国家有八百个村寨 村寨首领是女人 所以中国以讹传讹 认为这些首领都是国王派出去的老婆 郭明虽然搞笑 但这个小国的实力却一点也不含糊 八百媳妇国始建于八世纪 也就是中国的唐朝时代 到十三世纪末 相当于元朝初期 八百媳妇国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国王孟来王 在他统治之下 国家越来越强盛 强盛之后必然伴随着扩张 八百媳妇国先后吞并了北方的哈里奔柴国和帕天国 与南方的大成王朝形成对峙 进入泰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哈里奔柴国历史上也是强国 曾经打败过南兆国军队 因为该国有过女王 唐朝称其为女王国 八百媳妇干掉女王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八百媳妇国以前与中国没有来往 直到1292年吞并诸国后 才渐渐与元朝通事 元朝虽说半是糊弄半是蔑视的 给人起了个怪名字 但扩张狂魔的天性让元朝又动了心思 这个国家好不好吃 要不吞进来尝尝 自1282年至1303年 元朝多次派兵攻打八百媳妇国 其实严格的说起来 双方的战争倒也不全怪元朝爱扩张 孟来王吞并北方诸国后开始捎包 不自量力的继续向北进攻 当时八百媳妇国的北疆与元朝的云南接壤 元朝在车里设置了国民总官府 元朝一贯是想打谁就打谁 谁招惹我了 我更要往死里打 八百媳妇国这个举动立即惹恼了元朝 1282年元朝派总兵官达石巴利等人 率兵四万余人进攻八百媳妇 但战争过程和结果不清楚 原始没有记载 1284年元朝再派布鲁和达率兵进攻八百媳妇 同样没有取胜 1300年元成宗派云南行省右城留申 率领三万大军再度征讨八百媳妇 这是元朝决心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 但过程之艰难令元朝最受打击 首先是地理条件不熟 元朝曾经三次进攻安南 但都鲨鱼而归 安南与八百媳妇同处中南半岛 丛林密布 气候湿热 瘴气纵横 给北方军队带来极大困扰 据元朝江南形态御史中诚 陈天祥反应 八百媳妇地形重山赴岭 陡见森林 珠木丛茂 皆有长刺 有的地方狭窄难以通行 人只能牵着马一点一点穿过 蒙古军队向来以机动性强建长 在中南西亚乃至欧洲纵横无敌 就是因为地形有力可以发挥其优势 但在东南亚的密林中 元军真是一筹莫战 八百媳妇国不敢和元军硬拼 实行歼壁青野战术 四散躲避到各处成战 元军空有力量优势 抓不到敌军主力 就像一拳打到棉花上 而随着时间推移 元军后勤跟不上 仗气造成许多非战斗检员 元军还没怎么打仗 三万大军就死伤八成 随军保障的民夫死了数十万人 元成宗对战争势力非常恼火 立即罢免了刘身 还相继撤了中书平章 薄言 梁德归 段真 阿里魂彻力 六成八都马新等中书省重臣 导致朝局发生重大动荡 这件事被看成是成宗后期 朝廷更正的一个标志 从那以后 成宗后期避正见险 朝政日渐衰败 巴黎习夫国成功阻止了元军进攻 一度联合车理当地不足 发动对元朝的反攻 但结果可想而知 双方都是主场龙 克场虫 孟来王失去地势 在元朝主场也打不赢 反而又招致元军小规模出兵 到1312年左右 元朝和八百习夫都认清了状况 终于从战争走向和平 元朝派使者招服八百习夫 当时孟来王已经去世 他的子孙一改原来对元朝的强硬态度 转为顺服 并最终向元朝纳贡 1331年 元朝在八百习夫国至八百等处 宣位司都元帅府 以土官为宣位使都元帅 后来朱元璋推翻元朝 兰娜仍按照与元朝的关系向明朝纳贡 双方来回使节不断 形成了十分密切外交关系 明朝在四仪馆一度设置了八百习夫馆 专门培养通效八百语的同义人才 八百习夫国像所有王朝一样 也存在新亡周期律 16世纪后 该国内忧外患不断 国力逐渐衰落下来 1556年 缅甸国新兴的东宇王朝强大起来 控制了中缅太交界一带 出兵迅速灭了八百习夫国 这个神秘国度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八百习夫国的主体民族是泰人 国家虽然消失了 但民族还在 如今中国云南缅甸东部和泰国北部 仍然广泛分布着泰逮等族人民 八百习夫国自立自强的彪悍精神 也传承了下来 二战时期 日军侵略中国的东南亚 来到中国西南地区作战 虽然装备精良 但也克服了不少东南亚丛林的地理障碍 日军的坦克开不进来 大炮拉不进来 山中雾气大 连枪都打不准 而当地人凭借着对山林的熟悉 巧射陷阱 在这里埋竹签挖大坑 将日本人引入瘴气弥漫的林中 利用地形把他们打得团团转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屡屡狂揍日军 与当地人民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悠悠丛林 散落着无数历史遗珠 而这些遗珠映射的 正是中国和周边国家民族文化交流的宝贵历史遗产 而这些遗珠显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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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